在光辉的十月,今年遇到了中秋廉假以及双十廉假 花莲许多观光景点也涌入了大量的游客 而在鲤鱼潭当地的业者就认为 这两次廉假假期比起以往是多出了四成的游客 可以说是为鲤鱼潭带入了相当大的前脉 花莲鲤鱼潭连续假期涌入了许多外地游客 让花莲鲤鱼潭的湖面上都塞满了大量的脚踏船 而今年两次的连续假期 可以说是为当地业者带来前所未有的人潮 今年年假,这个不是年假,中秋节是四天 然后游客都从外省市都引到我们花莲来 所以中秋节的游客是增加到三四成 接下去又这个农舟,国际农舟邀请赛 也一样,也要好几天的比赛跟练习 我想也会可能带给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花莲来 而后续更有全民运 以及即将在鲤鱼潭所举办的龙舟比赛 这将会是一连三波的强势助攻 为疫情期间生意不佳的业者注入了一股强行计 记者林杰寿风箱采访报道